袁敏官 您有专门学习这个 如面复原的科系吗 没有 没有 我是基本上是自学 自学 后来读初中的时候 彼此科本有一张那个 北京原文的复原像 所以我对这个如面复原呢 就产生了一个印象 那您这个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参与过多少案件啊 我用如面复原技术 破了上百起案件 破了上百起 他们是默默无闻 在实验室里面工作 不像外情可以去抓人啊 得奖啊 很多做我们做论 来 再次给他鼓掌 您好 您好 来 大家好 我叫袁忠彪 今年48岁 来自广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所 我从事楼面复原技术工作 您从事这项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我从仅30年 从事这项工作27年 今天摆在原警官面前的题目 请大家注意 不是我们节目组来出的 李博士主刀给您出题 您压力大吗 压力大 我也看过李博士给这个挑战栏目 做的那个题 每一道题都是极致的标准 今天的题目是比较困难 困难上面再加困难 所以你假如能够接受挑战 愿意挑战 那你就是在我们同行里边 已经超出了 超越了境界 可以成立上出类拔萃了 出类拔萃 今天这个题目比较困难 你好好准备 我也希望在这个挑战中 给大家交出个满意答案 加油加油 有请原警官到雕塑桌就位 也有请我们现场的挑战助理 为了我们的挑战 公平公正 为原警官现在要戴上 耳机和眼罩 我们要隔绝原警官 现在对现场信息的接触 接下来上道具 有请三十位挑战助理上场 这一次我们三十位挑战助理 面部特征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 身高差不多啊 但它主要是颅面复原 那颅面是不是 它也要考虑到 整个人的身高体重 对 它也有一定的比例 哇 气势很大 我怎么觉得 我们在做一次重要的交易 开箱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三十个姑娘面前的箱子里 是她们自己的眼部的颅骨 模型 它都讲不出来了 由于我们的挑战道具很特殊 所以我们在挑战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们提前制作了三十位模特的 头骨的部分的模型 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 我们给大家通过视频介绍一下 三十名挑战助理到民航总医院 进行医学CT扫描 按照医生的要求 在保证挑战助理身体不受损害的情况下 对所有挑战助理进行了扫描 扫描后将数据输入到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的3D打印设备中 以前我们打的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头骨 它包括在信息上还是很全的 包括这个人的颌头 包括他的这个下颗骨 他的牙齿 通过这些呢 很容易判断出一个人的那个长相 比如他的脸型啊 如果只保留这个眼矿骨呢 信息上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通过这个想识别一个人 我觉得难度很大 历时300多个小时 1比1还原挑战助理眼矿骨 打印结束后 工作人员将头骨与模特进行严密核对 我们一共打印了30个这样的模型 从打印完了成片来看 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肉眼上几乎无法分辨 我们把它放在软件里 放在很多倍之后 再把模型进行叠加 这样才能看出一些细微的区别 所以我认为肉眼去分辨这个眼矿骨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挑战者目前面对30块眼矿骨模型 对应的30位模特 手提箱当中 对应模特的姓名条 我们进行了遮盖 评委随机挑选一块骨骼模型 并进行特殊处理 挑 我选中的这位 好 那就确定了 就他了 好不好 好 30位模特 请到场下稍息休息 这才刚刚开始 我们选出了一个样本 但是别忘了刚才我说的挑战目标里 我们要对样本进行处理 请问李博士 接下来您会如何对样本进行处理 通常我们做重建 就是这样 然后给它复原 它既然要挑战极限 所以我们要增加困难 好 要上道具 接下来我们请出了一个专业团队 来自中央美术学院 雕塑系 基础部主任 曹辉老师和他的学生 您和您的学生们 对于人的骨骼结构或什么 都是了入执掌 了入执掌 所以您也相当于半个解剖专家 一个 一个 好霸气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挑战助理 取出我们的骨骼模型 来 为了增加挑战难度 李博士 您要把这个骨骼模型怎么样 我要给它切成一半 我要给它切成一半 左边右边分开来 对 接下来把头骨切成两半 哇 那这样一来 等于待会儿 挑战者要看到的只是半边眼眶 哇 这就难度加大了吧 我要再上道具 我要再上道具 继续上道具 他要做一个导模 然后他再用塑胶剂 在导模里面再做一个 但我没听懂的是 已经有模型了 为什么还要再做一个石膏模型 做个replicate 导模 导模 李博士 李博士 加的这一招 实际上就是通过一次导模 把刚才我们看到的正向的模型 变成一个反过来的 他的所有的信息都会变成像镜面一样对称 就是你得反着去想 我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对 挑战 不可能 一定也是要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现在难度 从一开始三十个姑娘里 选了一个认为特征最平均的 难度已经加大了 然后从这一个姑娘里选择了眼眶部位的 半边 半边 难度又加大 然后把这半边又进行一次石膏的导模 最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石膏翻模过来的模型 这难度太大了 就一个坑的感觉 坑里是锁 像什么一样 一般的人看到这个就懵了 所以他的这个特征越来越少了 所以困难度就越来越来越 您认为这还有特征吗 很有很有很有 有有有 很有 那现在是不是就这样可以给袁警官去看了 好好好 还要再难一点 还要再难一点 不要再难了 这个给袁警官就已经是 难中难了 我们让他选一选好了 我们一个左眼一个右眼 但是两个都是完整的模型 我们现在要增加难度 给其中一个模型打碎 你挑那个完整的模型 重建成功 你就能够进荣誉殿堂 假如你要挑那个打碎的 那你就是真正挑战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 我要给他切成一半 还要再上道具 做一个阴谋 实际难度非常大 这就一个坑的感觉 还要再难一点 不要再难 李博士 您确定要把难度真的加到这样 没有啊 因为我们在现场常常是破碎的 不是每个都完整的 我接受李博士挑战吧 他接受挑战 咋吧 大家要不要打 咋 啊 李博士 李博士 咋一跳 这么容易碎 这个太碎了 这个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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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他愿意接受挑战 他就试一试 试一试 但是他很有机会是另外一个 只有完全对应准确 才算挑战成功 所以你假如能够接受挑战 愿意挑战 那你就是在我们同行里边 你已经超出了 超越了境界 可以成为上出类拔萃 出类拔萃 我还是愿意接受李博士的挑战 试一下 好 非常好 好 我们回去了 我现在对于今天的挑战结果 都不敢做任何设想 因为这确实 也是我见过的难度最大的挑战之一了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先上场 帮我们设置好后面的挑战步骤 首先 先把刚才做过处理的 面部骨骼模型封存 李博士选择的这个 被砸碎的石膏倒模 现在摆在了挑战者的面前 我们再次用掌声 请回30位挑战助理 回到台上 有请 我们将为这30位挑战助理 随机进行编号 这样的话方便稍后 我们的挑战者 在寻找目标人的时候进行对应 我们请挑战助理上号码牌 请四位评委将号码牌随机打乱 接下来 30个号码牌 随机对应 30位挑战助理 是哪一个 你记不记得 因为我挑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摘取原警官的眼罩 挑战规则 挑战者根据李博士选择的 单支眼矿骨的石膏踏本的碎片 通过泥塑进行眼部还原 并找出这个眼矿骨的主人是谁 极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接下来 请问您可以开始您的挑战了吗 可以吧 可以吧 他有点想走 可以吧 太碎了 终于讲出心里的话 本来一个眼眶 就已经很少信息了 这么碎 原警官有点不爽 对 本来一个都很少了 你还要搞石膏倒膜 还要砸成这么碎 没关系 您开始之后 也可以慢慢拼 因为我们不给您时间限制 准备好了 可以 好 我宣布挑战 开始 有点无从下手 他们去掉我的耳机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说要打碎 我在心里在忐忑 我说千万不要敲得太碎 真的送到我面前的真的是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碎 我真的心都凉的 我27年的工作都没有遇到这么 这么这个 那是因为您27年都没遇到李博士 也确实是 现在我觉得原警官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 首先他要把这些碎片尽可能的复原 李博士自己敲的都吓一跳 这个湄公 内眼角啊 外眼角都很难看得到了啊 而且这个石膏啊 因为现在还热了 一砸碎 他又变形 对都对不上去 从挑战开始到现在 没有停过 原警官一直在诉说着他的困难 委屈 但是我们的回答是 我们也只能帮您帮到这儿了 这样子一个部分 然后再打成一半 再把膜打碎 这就叫面目全非嘛 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 你们这个是这个眼 这边这个眼睛了 我开始说 好 现在原警官开始进行速摩 我们摩托可以稍时休息一下 在原地 对 对我们来讲 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天方夜谭一般 因为我们看刚才最直接的骨骼模型 我们想跟后面的真人对上都很困难 现在经过中间这么多道转折 从碎片中捏住一个模型 然后要跟真人对上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所以说原警官立体的观念很好 对 他的 他自己里面 空间 靠近这个时候真的是27年的经验 全都用上 原警官现在应该是在做他的鼻梁鼓这一块吗 两个眼窝 先把它大型灭出来 对 大概的形状 对 他在用手指寻找着面部的每一个细小的凸起和凹陷 今天这个节目确实是非常难 李博士把这个眼眶骨切割开了来 他就把鼻鼓的信息就切掉了 完全都没有鼻鼓的信息 他本来可能有十几个点可以平价骨架的重建 现在他切了一半 我又打坏了 就不完整 不完整的时候去重建 是很不庸的事情 这太难了 这怎么最后能看出谁是谁 这个太碎了 本来一个眼眶就已经很少信息了 这么碎 我认为是不可能完整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能力 在李博士再三设置的难题下 拥有27年工作经验的原警官 只能凭借残缺布群的线索 在头脑中想象出与导模相反的形状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经过将近一小时的复原 眼眶骨模型逐渐在原警官手中变得清晰 最终他能否复原出与16号模特最为相似的模型呢 我现在明白曹老师为什么说 他雕一个人的头部的形象 有时候要十天的时间 通常要很久 对啊 他这个真快 通常连电脑重建 我们都要七天 有的十多天 所以我们在现场这么要求原警官 是不是本身就已经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但是原警官你也不用着急 咱们前面99步都走过来了 我们希望您能挑战成功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我已经完成了这个眼部复原 尽管也只是局部 但是原警官将要通过这个局部 来寻找这30位当中 唯一的那位目标人 有请原警官移步至挑战区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将原警官完成的泥塑 放到验证台 原警官 现在您要通过您复原的这个模型 来从您身后的30位挑战助理中 找出唯一的那位目标人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原警官 开始寻找目标人 我在那么短时间内 也是只能对这个眼睛有一个认识 但是具体到 真正凭这个眼睛 我能不能从这30个人当中 去把这个人找出来 我心里又是非常忐忑的 我原本以为原警官 会拿着这个模型去 对 在他脑子里 心中有数 全在这儿 胸有成竹 25号先出来一下 请大家保持安静 27号出来一下 仅仅凭借一个眼矿骨的倒磨碎片 复原出眼部的模型 然后再从30位模特中 找到眼矿骨的主人 这在常人眼中 是几乎无法完成的挑战 原警官能挑战成功吗 16号出来一下 他送你选的那个 9号也出来一下 9号也出来一下 15号出来一下 9号也出来一下 9号也出来 9号了 因为鼻子没有信息嘛 所以我只能从眼睛上去推断 我对这个眼睛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但是信息量太少了 所以就很难帮他 从破碎的导膜中 获取的有效信息 变得非常稀少 加到了模型与真人之间的差异 面对这样难度倍增的挑战 原警官能挑战成功吗 那个28号出来一下 25号回去 27号也回去 那个2号出来一下 25号回去吧 2号回去 26号出来一下 26号出来一下 22号出来一下 16号先回去 回去 16号回去一下 28号回去 又回去了 别呀 怎么又回去了 在找人的过程中 原警官先后两次选出了目标人物 但是却在再三对比后 都做出了否定的判断 与目标人物再次失之较毙 错失机会的原警官 还能挑战成功吗 16号再出来吧 16号再出来吧 哇塞 哇塞 我敢再下去 10号的话 自己的面部表情 就要出卖他了 对 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 像三次 买回三次 到时候回去 这两个是相似度最高的 你对着那个模型 看16号很像 主持人 我确定在这两个人之间 您确定您的答案 就在这两个人当中吗 对 好 请两位模特来至台前 并将我们的验证台 移到场中 好 请原警官在两位当中 选择您的最终答案 因为鼻子没有信息嘛 所以我只能从眼睛上去推大 这就很难看他 好难啊 真的好难 这两个是相似度最高的 我选择 我选择 我左边这位 我左边这位 没关系 原警官 您有两次机会 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错了 我们还能从29个人当中 再选择一次 我确定16号 好 接下来 有请16号模特 揭开你身上的名字 古晶晶 请挑战助理 打开箱子 我们有请原警官自己 来揭开这个名字吧 原警官也很紧张啊 警官真的是谨慎呢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取证的机会 他这个专业性太坚强了 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是 人命关天的事 应该没错的 哎呦 太棒了 太神了 太神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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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 中国公安都行啊 来 厉害 厉害 大家知道 最后您的目标 锁定在16号和9号当中 应该说准确率 已经非常高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行李9号姑娘 可以再回来 我们再看一下 9号姑娘 她跟16号 真的是有相像的地方的 特别在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 开始我比较倾向于她 后来我通过 站在她侧面 我就站在她 侧面 还有这个湄公的方向 走向 湄公的方向 走向 对 她的眼眶骨肯定是平的 对 她的眼眶骨呢 就要稍微倾斜一点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30位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请到台下休息吧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袁警官挑战已经成功 但是能不能进入荣誉殿堂 稍后我要看四位评委 你们的决定 好 谢谢 袁警官 您有专门学习这个 如面复原的科系吗 没有 没有 我是 基本上是自学 自学 后来读初中的时候 李子科本有一张 那个北京原人的复原像 所以我对这个 如面复原人就产生了一个印象 那您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面 参与过多少案件 我用如面复原技术 破了上百起案件 破了上百起 他们是默默无闻 在实验室里面工作 不像外情 可以去抓人啊 她的奖啊 很多做我们做论 来 再次给她鼓掌 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问 李博士 我说这样的一个 炉面恢复 如果让电脑来做 它有没有可能能做成 博士告诉我说 很难 其实这个问题 早在2000年的时候 我都已经考虑了 因为国内啊 会手工复原的人 也是风毛铃角 其他的都是用电脑拼图啊 或者是用其他的那个 所以商维技术发展起来了 后来我就向公安部 申请了一个科研项目 把自己的专家经验 融合进这个商维技术里面去 做成一个软件系统来 全国推广 系统化 是 这个项目呢 2011年获得 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呢 2014年呢 非常荣幸地获得了 国务院特殊经验专家的荣誉 这个奖项在整个公安系统 不超过十个人 是 很少 所以对原警官 能否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们的答案是非常一致的 那就是 能 有请原警官步入荣誉殿堂 恭喜恭喜 我觉得原警官他有一颗 对自己职业的热爱之心 他也有一颗 对人民安危的责任之心 他更有一颗 对人类生命的敬畏